嗨 大家好 我是来自洛杉矶 尔湾的地产经理李斐 这是我的同事Dylan 如果你们有看到我昨天的视频的话 我们两个最近在一起 握了一些case 所以他会经常出庆 那让我们继续 今天的日常生活Vlog 我们会去到圣地亚哥旁边的 一个著名的海滨城市 叫做La Jolla 去参加一个party 然后也展示一栋 非常特别的滨海别墅 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来到了尔湾 比较新的一个社区 叫做Portola Springs 来跟我们的其他两位同事会合 一起搭车去San Diego 跟大家啰嗦几句 关于拍视频吧 其实拍视频 光线最好的时候 不是像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白天 日射最直最强烈的时候 这时候拍出来的画面 就很硬 不好看 虽然很清晰 但是光线最好的时候 是早上和晚上 也就是黄昏和日落 那时候不管是拍房子 还是拍Vlog 还是拍什么 都会比较好看一点 现在就是 哇好晒啊 你看这些光打在脸上 很亮 不好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Serena 又见面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戴莉 今天我们要去圣地亚哥 参加一场慈善 拍卖会 两个男士坐前面 两个女士坐会面 然后我们刚才一直在 不停的叮铃开车 温柔一点 这个慈善晚会是我们公司的 Simon在San Diego举办的 这个房子是他的一个listing 依山坡而建的一个 一共五层 我们刚才从下面走上来的 到楼上去 我要封锦正宝 现场有200个人 太多人了 没办法给大家讲解这种房子 到处都是人 待会接近散场的时候 有机会给大家展示这种房子 一共五层 依着山坡而建 完美的海景 完美的海景 在La Jolla这个地方 靠近圣地亚哥 靠近亚尔湾 中间一个小时 各一个小时过程 和大家讲一下 我自己在家装修的时候 就想装这种房子 就是这种所谓的五框坡里面 然后可以平移的 然后把它们全部打开 自己就可以关上 变成世界的空间 但是这边是海景 他们就这种就很好看 我们家老板不是很同意的原因 因为我们家没有海景 所以觉得用起来不太匹配 但是我仍然很喜欢这种 所以最后我选择的还是这种 楼上的人们正在 直散拍卖狂欢 我们现在走到了第二层的阳台 阳台的下面是第一层和第二层 这里的话 我认为房子真正从阳台 才开始算是比较使用率高的 主体的空间 从阳台往上还有三层 所以如果喜欢海边的高楼式的建筑的话 这个房子很特别 是为你造的 而且有大量的玻璃的元素 他们在飞一个无人机 这个是从车库上来的电梯 它到二层阳台这里 就是单独的这一家 然后到室内有另外一节电梯 室内这边还有一部电梯 从底下连通一直到五楼顶层 这里算是二层的一个大的公共空间 算是客厅吧 客厅旁边是一个像office一样的空间 office的两边做了两个玻璃推大门 这个建筑是我们公司的Simon设计建造的 所以它不仅是agent 而且还是这个房子的owner 这边是二层的一间卧室 从二层的卧室开始就有view了 朋友们 就有这个无敌的海景了 所有的卧室都有自己的独立洗手间 衣帽间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看了 这边是从另外一边上来的楼梯 我们刚才是从外面上来的 所以你可以从车库这边直接坐电梯上来 Let's go, Dylan Go check it out Stack 这一层是我们四层的主要生活空间 包括了客厅 厨房 餐厅以及一个酒吧 然后这里最酷的是天花板的一部分 是透明的玻璃地板 现在上面站了很多人 他们在做慈善的敬派 看起来像是某种肉 第五层整个是一个公共空间 所有人现在在第五层在开马和慈善 没有办法理解 今天是一个非正式的house tour 是一个Vlog式的 将来有机会给大家再好好重新 完整的做一个这个房子的house tour 非常unique的一些房子 谢谢 大家玩要东山再起啊 继续你的光明啊 必须的 好 看好久 现在已经待这个party一个小时了 我也不喝酒 但是他们玩得很high 我的建议是我们要不先回家了 因为已经在这边这么久了 然后待会取车还得排队 我的想法是先把车取了 先溜了 我们现在在这个party一半 但是我想起了 这房子是很漂亮 但是我们在Urberlinda准备有一个新的listing上市了 也是跟这个一样漂亮的 之前是model home的房子 到时候有兴趣的朋友们想来看的 可以来跟我say hi 我会在那边 哇 突然冒出来一个美女 跟这个房子完全不一样layout 完全不一样 这是比较现代的modern一点的 我们那是traditional的modern home 所以到时候可以来看一下 接近500万 然后也可以看我们现在另外一个 准备要卖出的415 已经卖出了 我也觉得已经卖出了 没啥看了 嗨 大家晚上十一夜刚回到家 哇 我们家领导要不高兴了 在party结束之后我们又去团建了一下 吃了点寿司 不过后来就完全没有拍摄了 Anyway 今天这个vlog到此结束 给大家介绍了这栋很有趣的房子 如果有兴趣看房的话 这个房子在Lahoya 可以跟我们联系 或者是跟listing agent Simon联系 都可以 那明天的视频再见 拜拜